地方首長包括了民意代表 其實是我們的公譜 在現在這個現象裡頭 如果這一些所指控的都是屬實的話 相當的諷刺 人民給你公權力的同時 公權力像高宏安這樣子用 這樣的使用 到底有沒有問題 其實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我想全國也沒有人反對高宏安 有交友的自由 他隨便愛交幾個朋友都可以 但是當他的好朋友 進入到新竹市政府 他的好朋友把手伸進公務裡面 我們會來關切 因為民主政治是全責相符 可是問題是 市長的好朋友 比如說他決定要辦跨年晚會 那跨年晚會辦出的問題 是錯誤的決策 市長的好朋友 不需要到議會來備詢 市長的好朋友 不需要被人家監督檢驗 所以如果一旦市長的好朋友 市長的家人 在沒有任何正式職位之下 把他的手伸進公務 我們就要嚴厲的點